趁过情节,终于有机会来新疆旅游 首先来到卡什香菲宫 里面暂时蛮多维吾尔族的文化元素 这里就是香菲家族的母帝 这个楼很有当地的建筑特色 很漂亮,但是里面不能拍 里面也有一个古老的清真寺 我很喜欢这种建筑,很精致 接着去了卡什市场 在这个机界石榴特别好 还有这种我每见过的这个形状的冰汤 这里的香料的品种特别多 而且品质好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中国有这种胡椒 长胡椒的,我们才发餐用的 用来做减评啊什么 我之前做给他白巧克力的母色加这个胡椒 很好吃的 我买个柳,留个这样子 就里面那个核桃,枣枝,葡萄干很有营养的 这味道也很好吃 营养特别好,非常好 嗯,可不吃 新疆的东西最好 还买了一碗猪银醉豆 这里有这种扁的五花锅 然后还去了旅游听见卡什古镇 这个古镇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故城里还居住着许多当地居民 这需要一点点的,不多了 行了一点点也可以吗? 200克这样吗? 可以可以 羊的味道蛮重的 还创失了一种烤蛋 就是三个蛋混合在一起 加饭料 然后烤一下 这个有点像这个 质干有点像我们法国的 不一 这个蛮特别的 就很像我们法国的那个 就黑松的的法式炒蛋 有点这个质干 可是里面有那种 饺料的味道啊 葬葫花这些都很明显 可以 最后我去看一下 call 最后我去看一下 艾奇卡二清真室 艾奇卡二清真寺 最后我去看一下 艾奇卡二清真寺 Hug 再来 安起来 次来 穿重 还要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